5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宣布中方将于2026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阿峰会 中方艳同阿芳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构建五大合作格局,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维夏之月,万物茂盛 钓鱼台方华院内,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国旗以及阿盟旗帜相应成辉 习近平同各国元首阿盟秘书长以及各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即为生化合作既往开来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的逐级展望 很高兴出席中阿合作论坛部长集会议开幕式 每次同阿拉伯朋友相聚,我都倍感亲切 中国和中国人民同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友谊 远自丝绸古道上的友好往来 远自争取民族解放时的并肩战斗 远自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合作共赢 习近平指出 新世纪以来,中阿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2022年12月,我赴沙特利亚德出席首届中阿峰会 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阿方发挥好峰会战略引领作用 持续推动中阿关系跨越式发展 中方将于2026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阿峰会 相信这将成为中阿关系又一座里程碑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肩负着实现各自民族振兴 加快国家建设的时代使命 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彰显我们开辟中阿关系新纪元 开创美好世界新未来的共同愿望 中方愿同阿方守望相助 平等互利,包容互建,紧密协作 把中阿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标杆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 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 探索全球治理正确路径的表率 习近平指出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 我在首届中阿峰会期间提出的 推进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 取得重要早期收获 中方愿以此为基础 同阿方构建五大合作格局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一是更富活力的创新驱动格局 中方将同阿方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现代农业、空间信息等领域 共建十家联合实验室 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 共同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 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共建空间碎片联合观测中心、北斗应用合作发展中心 加强载人航天、民用客机等合作 二是更具规模的投资金融格局 中方愿同阿方设立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 支持双方金融机构加强合作 欢迎阿方银行机构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 深化央行数字货币领域交流合作 三是更加立体的能源合作格局 中方将同阿方进一步加强油气领域战略合作 联合开展新能源技术研发和装备生产 支持中国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 在阿拉伯国家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 四是更为平衡的经贸互惠格局 中方将继续积极推动实施中阿发展合作项目 加快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推动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建设 中方欢迎阿方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愿扩大自阿方进口非能源类产品 特别是农石产品 五是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 中方愿同阿方设立全球文明倡议 中国阿拉伯中心 加快智库联盟 青年发展论坛 大学联盟 文化和旅游合作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 中方将每年邀请阿方200名政党领导人访华 未来五年力争实现1000万游客互访 习近平指出 中东是一片发展沃土 但这片土地上战火仍在延烧 战争不能再无限继续 正义也不能永久缺席 两国方案更不能任意动摇 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支持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时效的国际合会 中方将继续为缓解加杀人道主义危机和战后重建 提供支持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习近平最后指出 阿拉伯言语说 朋友是生活中的阳光 我们将继续同阿拉伯朋友一道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团结共创 未来 让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大道 充满阳光 哈马德 阿尼国王哈马德 埃及总统赛西 突尼斯总统赛伊德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阿盟秘书长盖特分别致辞 他们均高度评价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年来 阿中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的积极成果 表示进一步深化阿中全面合作是阿中人民的共同愿望 有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阿方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经验 高度重视中国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愿同中方进一步提升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阿中命运共同体 领导人们均高度赞赏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秉持的公道正义立场 表示愿同中方密切协作 致力于推动缓解加沙地区紧张局势和人道危机 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解决 蔡奇出席上述活动 王毅主持开幕式